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州和松他的Channel 昨天 隔于我们讲完关于我们做节目的时间 不断有些英文夹在中文里面一起讲 很难可以控制到的时间 我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家庭的特别的组成 就会令到我们整个家人都有这种习惯 有很多网友都留言反应表示 除了好笑之外 他们家里都是这样的 嗯 今天你儿子又来问我 怎样啊 Where is Morgan 什么where is Morgan 谁是Morgan 谁是Morgan 什么情况问你这个问题 洗完澡 你就可能想到的了 洗完澡 找Morgan Morgan帮他洗澡 这么恐怖 又怕Morgan帮我儿子洗澡 什么Morgan 毛巾 Yes Morgan 昨天有一个很好笑的 昨天有一个女人在我那里留言 她说她的女儿有一天晚上就问她妈妈妈妈我想要个墳头 晚上妈妈要个墳头 干什么呀 然后她妈妈就呆了 为什么要个墳头 首先她妈妈应该不知道为什么女儿会知道一件事叫墳头 OK 为什么一个四岁的女儿会知道什么叫墳头呢 然后她经过 根本一直很激气 说起来不明白 刚刚有一个墳头 我有一个墳头 哈哈哈哈哈哈 奇妙是什么呀 女儿又笑又哭 原来其实她是要个墳头 哈哈哈哈 另外一个又好笑的 就是说有一个儿子有一天画水彩画 画完之后就发现这些笔骚子要拿去洗 然后她的儿子一路洗就说 Oh my god my butt is so dirty 这样 哈哈哈哈 然后妈妈就掩着半边墳在后面笑 然后儿子也发现有些不对劳 My butt is so dirty 会不会误会了另一个意思 其实我还想到一个 哪个 你的儿子小时候大那个 我们会说外面下雨 他说 There's no fishies outside 他以为下雨 是乳 乳和乳分不开 分不开 有一个妈妈说她的女儿还是儿子 就说用量词我们就说一个一个 什么都一个一个 她说她那个比较壞 一条什么都是 一条吗 是的 一条人 一条碗 一条人 一条车 她说很尴尬跟她出街 一个条字呢 是特别猥琐的 噢有点点的 不是 就是你的量词一变了一个条字 就会有一些猥琐的感觉 为什么 不知道 就是感觉 一条飞机 就是你通常 条字都是用在一些 有些奇怪的地方的嘛 或者幸好不是用个督字 一督的士这样 一督椅 一督Iron man 用不了这个 还有一个女网友说她在乘地铁的时候 在看我们的影片 然后她笑了出声 还笑到眼泪 旁边有个小弟哥就问 姐姐你不要哭了 我给她把柠个纸巾 哈哈哈哈哈哈 小弟啊 你最近有没有看松仔的样子 蛤 你说过肥仔 是啊 他常常说肥 但就常常叫他吃东西 老实说 他真的很肥 蛤 老实说 老实说是谁 是啊 老实不是人 难道是神 神鬼神马吗 我说了松仔 谁在这里说我 哎呀 被他发现了 没有啊 我说你英俊 不是啊 你明明是刚才说他肥的 谁说我肥 走鬼啊 好了 今天第一宗新闻呢 一定要恭喜一下 我们英国国家女子足球队 今天就在这个世界杯的32强 是小组赛里面取得大胜 现在就顺利可以晋级16强了 赢了6比1 超厉害 男子组做不到的东西 由女子组代替 好像上一次去年是否赢了EURO 是啊 他都打得挺密的 一打完EURO 立刻又要打世界杯 就像联赛那样打 你似的不难会看到 可能英超是有女子队 那些是否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似的可能我们会入场 要去看支持女子队 有可能的 你估不到英国的女子足球 是会强得那么紧要 是啊 上一届EURO 就是英国对德国 原来德国也是强的 德国队踢球 无论男女都是强的 英国队希望在下一次世界杯 又可以为我们可以 争取到进去最终 对上一次已经是 我忘记了 在八年前去到四强 就止步了 那很多贵军都很好 Anyway 希望英国的女子足球队 可以一直杀到世界杯 拿冠军 接下来就要讲一宗新闻 跟大家的生活 是有直接的影响和关系的 根据Guardian最近的报导 我们之前也有讲过 关于Nigel Farage 这个人物 他前段被银行凍结了 他的户口 就是删了他 就说他不够钱放在里面 是啊 结果呢 就他要求拿一个报导 去证明他是真的 不够钱放在里面 还是有其他原因 那就证实了是有其他原因 是考虑要删他的户口 除了他不够钱之外 是 其他因素也是一个关键 所以现在他就是呼吁英国政府 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去调查为什么那些户口 会无端端被人冻结 我们之前也有报导过 英国政府可能会推行 要求一些银行 不是可能的 现在已经直接会的 就是要求他们 如果冻结户口之前 是要给时间通知你 为什么他要冻结你的户口 而且也要给时间 你去作出相应的行动 那你冻结我 我都要搬离开的嘛 我都要有户口的嘛 那户口可能是在供楼 收着人工啊 这一定有用的 你不可能就这样冻结户口的嘛 这个根据英国的 这个数据自由讯息 机构 Freedom of Information 就是问他们相关 拿那个讯息出来 就发现 原来英国在2016年 至17年间 一年里面 英国的银行 总共是删了 45,000个账户口的 无理由啊 没有提供原因 地删了45,000个 这个都没算过分的 过分在这个数目 由2016年开始 就每年递增 去到去年 21年至2022年间 总共是删了 超过343,000个账户 就是等于平均差不多一天呢 是有1000个账户 是被人家删除了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这么多银行总括来说 还是specifically有些银行呢 尤其是有一家 Monso 就是这一家 online banking 它是删得最劲的 曾经有一个呢 是去乌克兰 支援一些难民工作的一个人士 那它的户口呢 就突然间被Monso是凍结了 那它连 就是它里面的退休金 它自己的人工 那些全部都拿不到出来 是 那它也都还要支付一些 难民在它家住的一些宿费 或者生活费 那都没办法 是从那个account可以拿出来的 是 那就令到它非常之麻烦了 那现在呢 就是Nigel Farage 就要求是有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 它介入究竟 为什么银行可以在 不给任何原因的情况底下 是可以去凍结这些户口 还有要调查之前那些户口 为什么会被凍结 因为银行只是会说 这个是anti-money laundering的system 那为了防止有一个犯罪活动发生 那system flag了 那它就会close你的account 它根本不会去审查调查你 而它是直接将你的account删除的 是 那我发觉呢 其实这件事呢 在近这几年呢 是颇为严重 也都是很影响生活 譬如呢 有一次我去买车 嗯 那买车呢 我就不是去一个 正式传统那些dealership那里买的 嗯 那我就是private sale这样 那我记得我带了阿炮哥 去帮我去验车 嗯 那验完车之后呢 那我去交易了 那跟那个人 我记得那个人是一个中东的人 就是看上去是 是很老实说 是真的好像恐怖分子的 那但是呢 那因为我想要那辆车 那它又想买那辆车 嗯 那这不关事了 那根本不是关系来的 它的形象是怎样的 嗯 那因为当时我们是在一个 Sankara 的地方 就是不是说 在达任何人的家附近 是 那他收不到我的钱 我是不能够拿到辆车 是啊 那我就过数给他 即场过数给他 那我也都即场做DVLA 转名的那些手续 过数给他呢 等了半个小时 他都没有反应的 就是收不到 一直说收不到 那我实在是死了 是不是如果骗子呢 是 那但是他真的收不到 他给我看他收不到 那我就打电话去银行那里问 那银行呢 就又说 不关事了 我们已经 那个数已经出去了的了 那你你你你再等下了 那又如是者又再等了 那都是收不到的 我再带回银行去银行呢 就说你你打去这个 这个fraud team那里了 那我心想 为什么会打去fraud team的呢 那我打去fraud team 那就发现了原来 在fraud team那里呢 他就说 即是 害怕你被人骗 他害怕你被人骗 他就hold住了你的钱 就不让你过数 那你第一次打电话去 他不说 Exactly 就是那些银行是 他自己内部的沟通 是本身有一个问题了 第二就是 其实这些事呢 不是只有我发生的 很多时候那些租客都是 你知道香港人租屋是 一年过给租金 又或者你 你落一间屋的 depot是十个percent的样子 永远都遇到这个问题的 即经常性 可能十个里面有六个 是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被银行的fraud team hold住了一笔钱 然后呢 就问你很多的问题啦 要你去解封那个户口 因为即时就block了你了 很多时候 香港人移民来英国的时间 你那个银行的户口 是刚刚开不久 或者你没用的嘛 就是可能放了100磅200磅 或者你放了一块钱 你根本没开始使用它 是啊 但是他有你没你呢 就当了你是 就flag了先 无论那笔钱进去哪里 进去律师的户口 进去developer的户口 他都可以block了你的户口 是啊 然后呢 就要 因为他们在香港就更麻烦了 他直接要下去分行那里 就找个分行经理 打电话去英国的分行那里 但是呢 因为那个时差的问题 尤其是冬天是最复杂的 冬天呢 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英国的银行就四点钟散煤了 我们隔八个钟 对了 隔八个钟头 刚刚好呢 就是英国 不是 sorry 英国是八点钟开门 八点钟才开门 香港的银行呢 就五点多钟散煤 中间英国银行 和香港银行 是overlap 一起有营业的时间 只有一个钟头而已 就是营业的时间 overlap只有一个钟头 那你就要把握过一个钟头了 但是过了一个钟头呢 你必须搞得行的 搞不定 他有你没你 他就不好意思 我下班了 我下班了 明天请做 那接着那些客人呢 就搞了两三次 才可以搞得到 因为未必即时可以 有再下过去做嘛 那就令到那个 transaction呢 是变得更加麻烦 你知道吗 我以前呢 要交租的时候呢 学生的时候 要给六个月租的嘛 是啊 那我怎么做呢 我就会去我个银行里 就跟他说 我边年边月边日 我就会过这个数 给这个人的 你可不可以跟我妈妈 回到我的户口那里 就是有个comment在里 那他过数的时候 就很顺畅了 但是很多时候 那些人还在香港 根本都 来不及去做这一件事嘛 还有很多时候都是 很短的时间的decision 还有很短时间去做那个process 他根本赶不及去 去flag up这一件事 再之后再去做这一件事 或者可以试一下live chat 都有record的 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每一家银行都有些不同 另外就是最麻烦的地方是 他每一次去封了你那笔钱 不给你出不给你入 之余 有部分的人 这六成的人里面有五成 是会连个online banking 都被人block 对啊 这个真的很痛快 连online banking 都看不到那笔钱 究竟发生了什么 连自己的户口都看不到 这个才是最讨厌的地方 那他们就要打电话去 要unblock 它的online banking 那整个手组就变得非常麻烦 六万七个问题 对啊 还有就是有时你知道 沟通上面可能有点困难的 的时候就更加是鸡同鸭讲 那金管局就说 就是英国的金管局就说 其实是真的因为犯罪 而被银行拒绝交易的 account数量 是不超过0.2%的 现在英国有七千五百万个account 但是每年被人close三十几万个account 这个数字是非常之不尋常的 那所以呢 金管局也都认为 在法律容许的情况下 是应该要向客户披露 究竟为什么他们的户口是会被冻结的 那因为有很多情况下 是更因为法律的问题 可能私隐条例的问题 各样东西 或者参加某些有组织的罪案活动 所以不可以公开披露 详细 为什么他的account会被人close 但是在 不犯法的情况下 应该要向公众解释 为什么他的户口会被删除 但是我有另一个疑问 既然如果是没有犯法的话 那又是无端端干什么要删除他的户口呢 就是有什么原因要删除他的户口呢 就算我只有200磅在户口 那是不是因为太少了所以你删除我还是怎样 即是不合理而已 你又不是每个像Farage 有那么多钱放在那些prestige account里面 那大家只有1000多磅的时间 那你有什么理由 在不是犯法的情况下 要删除一个人的户口呢 这个我觉得反而是我想知道 可以是什么原因 没有报纸说过 究竟除了犯罪的原因之后 其余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那么另外一宗新闻呢 就是一宗今天很大的新闻来的 就是关于英国的酒精货品呢 就将会在今天呢 就是我们拍摄的这一天星期二开始 就会是有这个加上条去征收的税项 那么英国的酒的税呢 就是2020年到现在呢 就已经freeze了几年的 就是一直都没有加 但是呢 因为inflation的问题呢 其实大部分的酒呢 in average是加了10.1%的了 已经 那一般来说呢 就是浓度较低的酒呢 譬如啤酒啊 一些sider那些呢 就加幅大哦 因为它们需求多嘛 哦 反而浓度高的酒呢 就反而加幅是下降的 那是的 喝少一点的 甚至乎是便宜一点的 那所以有见及此呢 那就是新闻成和这个Jeremy Hunt 就将会对酒的税项呢 做一个大幅度的调整 嗯 除了是会向上加之外呢 它还会连加那个系统 都会有变化的 是 就是说呢 现在 以前加酒的税呢 就会将它分category 譬如这个是啤酒 这个是红酒 烈酒 这个是烈仔威士忌 这样 不同的category去分 现在呢 就是以酒精浓度呢 就去区分 那酒应该加多少税的 那譬如 在这个酒精浓度 低过3.5%的饮品的话呢 它所要征收的税项呢 就相对是较低的 那如果是高过8.5%的话 无论它是葡萄酒啊 红酒啊 白酒啊 烈酒啊 还是啤酒都好啦 还是之前说的断片酒都好啦 只要你超过8.5% 那一律呢 都是征收一个新的税项的 但是呢 8.5%以上的酒呢 又低过11.5%以下的话呢 其实我现在征收的税率呢 是没有改变的 那总之说完之后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因为实际太复杂了 那所以呢 我们呢 一图去拆解究竟是 就是要给多少钱呢 如果你说 譬如你有什么有气的香槟类型那些呢 12%的酒精的话呢 那你其实给的钱呢 是少19p的 啤酒呢 就是 在店铺买就多4p 那你如果就这样 在酒店里买就没有 价钱没有变的 Vodka那些呢 就会多76p了 Cider那些呢 其实 约网都是没有变的 1p 那这个完全感受不了啦 红酒的话呢 就会多44p 那什么雪梨酒啊 Port酒啊 那些呢 就加得最金了 97p磅3 一个Per Glass Port酒是20%的 是 每一杯加 那就是如果你说以一支计的话呢 那其实那个加幅呢 都是几多的 那除了这个酒税呢 是有一个重大更新之外呢 今天呢 根据新闻的报导呢 无论是Daily Telegraph啊 还是彭博啊 还是Express呢 都引述同一个消息啊 就是政府呢 有打算 是向 所有 如果你是有超过一间物业 第二间物业呢 你就需要给Double的Council Tax 那这个呢 你这样听我说 那所有人有第二个物业都要给Double的Council Tax 那并非如此的 我相信啊 看它的字面解释 因为呢 它本身那条法例呢 我们其实之前有节目都有讲过 是针对一些Holiday Home 就是比如我自己是住在 住在Bermingham 但是呢 我就在Devon 或者Cornwall 或者Lake District 这些 这些度假性地呢 就是度假屋 是的 就有一间度假屋 就是可能我去旅行度假使用的 进华下去玩的 是的 那一间屋呢 因为你不是长期租出去的嘛 你长期空置在那儿的话呢 嗯 那就类似是要给一个空置税 是 那那间屋的Council Tax呢 就将会是翻倍的 就是明明可能给一千多磅一年 那突然间就会变成给三千磅一年 或者你可能本身给三千磅 给六千磅 那就翻倍 是 那现在呢 其实已经在Lake District Devon Cornwall 这些地方呢 已经是开始实行着了 嗯 但是呢 政府呢 就将个权力下放 就 suggest呢 所有的local council呢 都有权 是去更改 他们收Council Tax 那个proportion和比例 就向任何人士 他家里如果是有超过一个物业 而那个物业是没有出租的话呢 那他就可以向它是征收这个额外的Council Tax 就好像空置税 是的 那现在呢 就有四分一的Council呢 全英国 是已经plan中 嗯 还有传闻说呢 在2025年的4月呢 就将会正式执行的 嗯 就是全国性是执行的 那不出奇的 但是有多少个council 会真的去做这件事呢 现在不肯定的 但是以英国的逻辑推断来说呢 我相信近乎100%的council 他们都没钱 是的 每个council都不够钱 你突然间说有个这样的机会 那他当然会把握机会啦 那约膜呢 就是现在会影响大概10万间房屋啦 嗯 里面呢 现在就是空置的屋里面 大概有40%的屋呢 都会受到这个新的条例影响的 我对这条法例呢 我有一个疑问在这里的 就是你何为second home呢 就是比如你如果拿来做Airbnb 那又算不算second home呢 切其一啦 因为你不是长期是租给同一个人的嘛 那council tax都是由 那个业主负责的嘛 是啊 那看上去就好像是second home 是啊 就是凡是你做Airbnb的话 你都有机会是要交这个double council tax 空置是空多久才叫空置呢 没错啦 空置空多久才叫做空置呢 就是比如你说一个租客 跟另一个租客中间交接的期间 是可以是长的 可能skip了六个月 可能上一个租客住到一祸足这样 我需要花三四五个月才可以 翻身好弄好英俊才可以租呢 又或者他改变他的用途 他不再是租给一家人了 他将他变成劏房也好 或者他需要申请planning 中间的期间 他不能够租给人的时间 嗯 那那段时间是不是 算不算空呢 又算不算是second home呢 那以我对counsel的判断和分析呢 算 我相信是算的 就是我想可能超过一个月 或者两个月呢 已经是算了 这个没有一个实质的数据 因为大部分counsel呢 都未实行这一类型的政策 嗯 那他主要现时 就是推出的时间呢 就是target一些holiday home 就是你有一间第二间屋呢 你去欣赏湖边湖江山色的 去看尼斯湖水怪的 那些屋呢 就会是被target要给一个double council tax 但是很明显的 因为很多政策都是这样的 一开始他愿意是target某一个小的群众 但是慢慢渐渐呢 他就发现这一样东西是可以target起 其他想赚钱的途径 他想公平一点 大家一起 Anyway啦 他讲什么原因 其实都没什么所谓的 最终的结局都是 他那个范围是会扩大 而且 我觉得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条款 那究竟他会target多少屋 还有他里面究竟 那个细节是怎样呢 我多少才为之空置呢 那那个全部都是你 因为你如果以投资来计算的话 我就纯粹以钱的角度去看 那我就要计算一下 我extra额外还要给多少钱 有时如果你那间屋 是用mortgage借的话 那你更加厉害 你想想 double的council tax 那一块已经可能分分钟抵你两三个月的mortgage 就是正如等于你还款之余 你是还得多两三个月的mortgage 那所以作为投资者的话 这方面真的需要了解多一点 都不是很make sense的 你想想如果我空置了一个property在这里 我是用少了你council的facility 我不用你倒垃圾 我又不会在街上 所有的东西我都没有用到的 我给我的council tax 只是给的 这个是给那个人的角度 是这样想的 但是council的角度是怎样的 你知道吗 council的角度就是认为 你空置了一间屋在这里 那我就少了一间屋 我少了一间屋 就少了一个机会 可以安置一个 找不到屋住不了的人 你明白吗 他是想去 他告诉你这个原因 就是想尽快安置 多一些的人进去住这些房屋 而不要让他浪费 是放在这里完全没有用的 就是希望可以减少露宿的数目 减少找不到屋住的人的数目 或者从而因为市面上的供应多了 而令到租金可能有所调整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会 就是如果你在那些holiday的 就是热门性地 旅游度假性地 它只会更加贵的 就是它可能是用来短租 或者Airbnb 它就把那个cost放下去 到你去租的时候 那个价钱就更加贵 它一样是不会将它 变成这个给你住的地方 因为已经是在做holiday home的 如果你Airbnb 都要去给这个council tax 那没问题的 如果它一向都很好生意 卖到贵了 那它索性就将价钱调高 然后可能将这个数目平均摊分开 给100个client 那其实100个client 你不是很感受到的 是啊 始终你在holiday home这方面 要解决的问题 那个问题是没什么解决到的 今天最后一宗新闻 都挺有趣的 话说就是英国的警察 West Yorkshire Police 最近就是在征修着一些新的学徒警察 那就是他们是刚刚读完 可能A-level那些 就是17-18岁 那不进大学 Instead就是去做警察的 但是他们是一个 叫做police constable degree apprenticeship 那就是一个警员学徒制 OK 那就recruit了 请了几个就是比较年轻的警员回来 那本来呢 请几个年轻的警员 这件事是没什么问题的 是啊 问题就在于呢 他将这几个警员的相片 放了上去这个social media之后呢 就引来过千个留言呢 就是去批评警察 请这几个学生的警察 是 就因为他们的样子 实在是太过年轻 那原本呢 我都不觉得有问题 就算年轻又如何呢 可以有多年轻呢 就是鬼仔通常都很快就很成熟了嘛 那个样子 但是你看完照片之后 真是很小过的样子 他... 你看看中间 尤其是中间那个 儿子 他的样子似得12岁 他似乎在玩cosplay多一点 他似初中生 你不是说的时候 我放大小子给大家看一下 哇 真是很小过 这些挺好耐劳的 小子夸张 这个多少岁啊 这个18岁的 哇 你17岁可以join police 有几人挺好啊 17岁可以join police 18岁就可以成为这个正式的警员了 但是他不是说他的样子怎样的问题 你这样的样子 你怎样出去走必呢 我真是想知道 就是你很难得到这个责人啊 或者那些犯人不是专不尊重的问题 不用拆责人啊 我走过见到他 他不会努力 他走过 你妈妈在哪里 他走过 如果他说要搜你身 你玩东西啊 我都会觉得 干嘛有个cosplay的在那里 你冒警啊 是啊 我会反而怀疑 我可能会反而怀疑他是不是有些东西 你是不是穿了爸爸的衣服 会不会他在假扮 但又不会啊 你会想不会啊 他的样子这么小 怎么扮啊 你开始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 迷人分 你是不是看错东西呢 不是的 其实他留一些骚子 盖一盖他可能会老一点的 但18岁有骚子吗 有骚子的了 有 但是看他的款式是多一点的 说真的 我觉得好像很坏地笑他 但是他 他的样子真的很baby face 就是你说年轻 乱一点 年轻一点都OK 但是他的身高又不是很高 再加上他这样的样貌 的而且是很难令人信服 他是一个警察来的 英国人呢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未发育完全 就是他很快就会很显露 其实他很少 好像他这么baby face的人 在英国 一般来说我认识那些 就是我前段去考CBT 就有一个本地人去考 但是他的样子 我开始以为他跟我差不多年纪 甚至乎老的我 但是原来他才刚刚大学毕业的 你是看不出的 就是二十多岁 二十多岁 但是他们的样子是非常成熟的 就是有高大 胡索尔特 多毛 他们本身的样子都是比较成熟的 这个是一个极度罕见的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 不妨在留言里留言告诉我 我不是觉得要取笑他还是什么 只不过是他这个是一个很extreme的例子 我觉得是有很多威胁 做一个警察 是啊 你做警察 你走beat的时间 可能你都需要有一个威胁 就是要有一个poker face 就是表明你不要乱来 不然我就会捉你了 这样各样东西 对着他是很难有这种感觉的 但是我想到他有一个很有用的功能 就是这个警察 什么啊 他可以做逃学威龙 哦 他还做臥底 是啊 你想想一下你校园暴力啊 或者校园里面那些打劫啊 那些gangster那些poker 是啊 是啊 他的样子是不是完全没有戒心啊 对啊 但是他现在太出名了 不能做了 他的款式是 是啊 暴露了身份了 他的样子像被修靓 不是 他现在都可以说的 就是因为我的样子太baby face 所以我被隔离了 那我决定我不做警察了 哦 也可以啊 我就做ganger OK啊 这个story 是吧 要起码要分辨到 那个考官是穿的那对襪是一只长一只短的 是啊 要过到这个审核先 我上网看到一个超衰格的留言 我给大家看一下 有人说 What happened when the six week school holidays are over? Someone else said Should I be letting the NSPCC know about this? i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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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pcc是什么组织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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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了多次 nspcc是什么组织 超什么 那个叫做什么 约仪那些了吧 约仪那个 哇 好不好啊 这个comment 超恶毒啊 哈哈哈哈 但是是有些好笑的 哈哈哈 会不会不是那么好呢 我们不停笑他 嗯 但是真的很好笑嘛 不是笑他啊 我是笑别人的comment嘛 那些英式humor 另外還有一個 有一個寫著說 Has the pension got so bad that it has to start at 12? 真的很划算 英國人說話 他不會直接去抽擊你那件事 但是他後面那個隱喻是超級 跟墳頭一樣這麼好笑 大家要學一下這些英式humor 他是插死你都不知道什麼事 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話 你不知道按摩摩的樣子被人串完 但是說他串你那一刻 真是滑滑個洞給你跳下去那種 推你下去死的那種 就是英國人的 British Humor是值得大家去模仿一下 說真的他都不babyface得很久 都是頭幾年而已 很快就變了一個 社會會催殘他 社會會催殘他 很快就變了個腦子 咦 其實我們可以找一集 是一起看一套眾督笑 是 那你就可以策解一下那個笑話 就是一路看就一路去說那個笑話的背後的meaning 因為其實我也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就是聽到剛才我們那些笑話 就好像網絡欺凌那樣的 但是實際上這一類型的笑話 是在英國的日常是充斥著的 就是你心臟不夠強大的話 就會覺得被人欺凌著 但是英國譬如做動篤笑的話 他經常是會拿這類型的笑話 動篤笑真的會催到你落心的 就算觀眾他都會這樣催發 是啊 沒有差別的攻擊 但是我們這些叫banta 或者你去 有野魚 叫野魚 Troll 這叫做 我不懂什麼叫野魚 野魚就是疾他 吞他 那種 但是英文就叫Troll 我想香港人 香港人其實都在網絡上面都很吞 但是都不夠英國那種 就是你香港那種 不是 香港那種都好笑的 都好笑的 都好笑的 其實有些類似的 我覺得有些類似 不過我們那些笑位 跟那些笑點跟他們有些不同 那樣而已 如果你把它直譯回中文 就沒有那麼好笑 哇 是不是我們那個pension 現在真的那麼差 退休金 退休金真的那麼差 要到12歲就要開始出來工作 那樣 好像沒有那麼好笑 好像沒有那麼好笑 但是你用英文聽的話 你真的覺得超級抵死 那麼今集節目到這裡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鐘仔 那就知道我們下次什麼時候出片了 下集再跟大家見 拜拜